旗袍作为一种古典服饰 能够凸显女性的柔眉曲线 净显温婉大气之姿 又有一种独具内敛的性感 旗袍虽美但难驾驭 对身材的考验还是次之 最难得的是人和旗袍相得益彰的气韵 娱乐圈美女如故江之亲 然而被广泛认为是穿旗袍最好看 最显气质的女明星不多 天天牌明星赶走不开心 这里是八爪鱼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那些穿旗袍惊艳了时光的女明星吧 去年熟悉当电影1921的热映 片中妮妮的旗袍造型再次惊艳众人 穿着粉色旗袍的她 镜座船头撑着 就像一朵自然美丽的野玫瑰 诉说着无限的美感 穿上旗袍那个摇曳身姿 让她成为穿上旗袍最具风情的女星 一抬头一举手之间都是分明的气质 具有独特的攻击力 仿佛任何其他的人来到跟前 都要被她物自洒脱物自美丽迷住 穿上旗袍拥有的一种独特的美 也是妮妮独特的妹 八爪一刀时看精灵十三拆的时候 觉得张一谋真会拍 因为这种美不仅仅是妮妮身上的妹 也有那种民国时期绝无仅有的悲情美 与妮妮本身既合度造就成浴墨这个角色 后来妮妮有一次穿上旗袍走上了话剧的舞台 一袭酒红色的旗袍装将妮妮包裹得风韵有刃 曲线优美婀娜 酒红的色调舞美有神情 弥漫着唯美的光泽感 将妮妮衬托得高贵华美 典雅的历领端庄秀气 精美的花边勾勒更添雅致浪漫 开刹的袖子时尚娇巧 妮妮指一个身影就散发出性感迷人的气息 风情万种 宋毅 一个凭借旗袍可以上无数次热搜的女明星 这倒不是她买的热搜 而是她穿旗袍的样子观众实在太爱了 不管是伪装者里的悲情特工余满理 还是小楼又东风里古灵精怪的吕汉之 都是白变的旗袍大咖秀 宋毅的五官其实在美女云集的娱乐圈里不算是特别出众 但是她却胜在本身具有的古典韵味 因此只要宋毅穿上旗袍 那绝对是非常妖艳 可以说旗袍都可以算是宋毅的本命袍了 而凭借你好李欢音出场的张小斐 穿上旗袍也是毫不逊色 她与宋毅在《我就是演员》中共同上演了这场旗袍秀 当天她身穿一袭占蓝色丝绒印花旗袍 色调比较暗雅花俏 丝绒的表面泛着身前不一的光泽感 霉红色的大印花风情浪漫 旗袍的开刹秀出一双大长腿 高调欣喜的身材完美转现 古典味道浓郁 网上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男亦欢北景田 唱不红的装心眼 而一部网剧斯腾上一之后 这句话再也不适用了 这部剧火不是没有缘由的 除了剧情还原度高 景田的几十套唯美有意境的造型 也是加了不少分的 剧中景田甜美的斯腾服饰造型多变 几乎是以平均一击一套旗袍的造型出镜 有时候一集甚至换了好几套 看得人眼花缭乱 白色的旗袍最是清新里 透着不染星辰的味道 很符合景田在剧中藤妖的身份 浅色系的旗袍 视觉上清新减零 充满了林家女孩的清晨气质等等 可以说景田身上 举起了各种颜色的旗袍 每一套都是经典 难怪被网友亲密的称呼为 人间富贵花 而她的古风装扮 更是将她的外形特征完美展现 越是雍容华贵的装扮 越是能够让她美得不可方物 汤唯在色界中饰演的王家之 将旗袍的韵味传出经典 汤唯独具风格的长相 加上剧情本身的效应 让王家之深入人心 这部戏中旗袍的颜色 多以暗冷风为主 抛弃了艳丽的色彩后 使得整体感觉更加有优雅 又成熟女人的魅力 李沁在《遇见天坛》中 扮演了林徽英 穿着旗袍的她 很有一种知性知美 她本人看上去就非常具有 男方美女的那种温婉秀美的感觉 在节目中 她穿着碎花旗袍 整个人看上去清新亮丽 完全是一副大家闺秀的感觉 搭配上复古的卷发 简直性感又甜美啊 虽然少了林徽英身上的那股书卷气 但也别有一番风味 刘亦菲 一个常年英美貌挂在热搜上的人 怎么能没看过她的旗袍造型呢 刘亦菲的古装 有一种惊艳脱俗的美感 那种与生俱来的仙气 仿佛不时人间烟火 没想到穿越到民国 穿上一袭旗袍的刘亦菲 也是那么的清新脱俗 将东方女子的古典美 转现的淋漓尽致 幻想中的江南女子 形象被诠释的恰到好处 刘亦菲长得很古典 气质甜胆雏唇 五官不大不小 脸小且瘦得很精致 她的脸和五官的比例 真的非常精妙 既不是现在流行的 小脸大五官网红脸 也不是硬押群方 气质全开的 大脸大五官惊艳脸 芭蕾舞者出身的刘诗诗 其气质和仪态 被称为娱乐圈女明星标杆 尤其是天鹅景 都是优雅知性 配上温婉不作作的气质 诗诗光是站在人群中 微微一笑都是瞩目的 出席活动中 刘诗诗一身 修身黄色刺绣旗袍 将身形修饰的玲珑有致 刘诗诗的气质 非常适合穿旗袍 一种中国女性的美 油然而生 谦逊有礼 额挪生辉 前段时间有网友分享了 柳妍拍摄电视剧 少帅时的剧照 不到三小时 阅读量便突破八百万 该剧由张黎导演指导 李雪剑 文章宋佳等主演 剧中柳妍客串 饰演少年张学良的表草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每次出场 总能抓住观众的眼球 剧照中的柳妍 穿着紫色碎花紧身旗袍 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风情 修身的剪裁 贴身的布料 完美展现了她 凹凸有质的身材曲线 稍稍学着身子 看似思考的模样 宛如一幅画卷 一场女神 晒背戏引发强烈的关注 正在戏院里晒衣服的 她回眸一笑 可谓是春色惊艳 明媚动人 另一种剧照 柳妍穿着 一系中国风旗袍 素雅的淡装 温婉的盘发 极具风情和魅力 这一身 以黑色作为底色 紫红色点缀的旗袍 穿在她身上 抽属端章 又不失妩媚 双手捧着嫁衣 内心的欢喜之情 异于言表 舞台剧上 柳妍也有过旗袍造型 素雅淡然的旗袍 凸显了她的 闲境之美 迎品之外 柳妍也是隐蔽的旗袍控 参加活动时 有不少的旗袍造型 难参加闺蜜的婚礼时 她也是穿着 一袭木绿色刺绣旗袍 既不会抢了新娘子的风头 又带着低调奢华的美 身材娇小的周迅 穿上旗袍后 便散发一种 精巧与灵动感 结合她在风声中 沉稳的演绎 老鬼顾小梦 沉稳和精密的形象 随即便徐徐如生的 溢入观众脑海 将东方女性的韵味 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样在风声中 李冰冰的旗袍 也是非常有韵味 她穿着一身黑色的旗袍 虽然样式普通 但硬是让她 穿出了一种高级感 这部电影中 她没有刻意引人注目 但光是一个侧面的特鞋 就能感受她的自然散发出的魅力 在大决战中 刘涛扮演了民国美人宋美玲 众所周知 宋家的姐妹们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气质和修养绝佳 刘涛也算撑起了这个角色 跟妮妮的风情万种不同 刘涛穿上旗袍 有一种成熟沉闷的感觉 更加富有年代感 这跟两个人的性格和年龄 也有一定关系 同时 刘涛的眉毛修长 再搭配上她的复古盘法 既给人的感觉 极端安装典雅 又不发阴气 旗袍女皇陈树 一直是娱乐圈内工人的 穿旗袍最美的女演员 从初到以来 陈树在许多民国背景的电视剧中 展现了自己的旗袍装扮 新上海滩中 陈树饰演的是交际花方艳云 她明艳妩媚 风情万种 倾城之恋中 陈树则饰演家道中落的白流苏 虽然内心阴韵 但是却不失从小养成的高贵气质 可以说 陈树每次都能把旗袍 穿出新的感觉 还有圆拳 尽管圆拳的五官比较立体 更偏向于欧式风味 但是她对旗袍的契合度也是非常高 在电视剧缝纫中 圆拳的旗袍装扮既不是古典韵味 又透露出一种文艺知性的感觉 妥妥的文艺女青年 即使穿着艳丽的印花旗袍 也不会让人反感 这种复杂的气质 让她更加迷人 还有她和周润发一起主演的《大上海》中 穿着旗袍的回眸 看哭了很多网友 《大上海》中 圆拳眼睛里的故事感 在她配上旗袍 诠释了什么是带有故事感的风情万种 简直太罪人了 陈豪在纸醉金迷中的扮相 同样比较艳丽 其实这样的明艳色彩搭配 正好符合她的气质 陈豪的五官并不妩媚 反而比较清澈 搭配上这样艳丽的装扮 虽然没有让人一眼就被惊艳到的感觉 但是却越看越有韵味 作为娱乐圈内的动力女神 许晴的眉跨越了30年 仍然让观众为之着迷 在话剧《如梦之梦》中 许晴再次穿上了旗袍 一身深色印着碎花的旗袍 搭配上复古的卷发 把她的成熟风韵体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已经52岁 但是跟肖战眼情侣却一点没有违和感 而且许晴还贡献了很多关于旗袍的名场面 端庄 魅惑 性感 都被她演绎的淋漓尽致 除了她们之外 其实还有七威 李小冉 秦兰 还有杨幂 都是穿上旗袍之后惊艳的时光 而且那些老牌艺人 更是将旗袍之美演绎得更加生动 不管是张曼玉还是巩俐 又或者是赵雅芝 她们的韵味都体现了中国女性的美 大家怎么认为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找着们还知道哪些明星穿旗袍的名场面呢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哦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了